欢迎收听《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 演播大兵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也凑过每天的精神十凉哦 第31章 林北辰的大圣 林北辰伸手接触常见 感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感谢亲人解放军 丁教席 我以后再也不怼你 不黑你了 吴孝芳见状大声抗议起来 等等 这不公平 监考教席帮助考试学员 这是作弊 我抗议 丁三十淡定地说 抗议什么 实战比武是比剑术战力 不是比刀剑锋力 你 吴孝芳看向观理台 他大声说道 我不服 请楚主任 李观察员主持公道 丁三十教习的这种行为 分明就是在偏袒林北辰 这是违反考试纪律的 楚主任一定会帮我 还有李观察员 他们一定都非常讨厌 林北辰这个败类 吴孝芳信心十足的暗想着 反抗吴孝 年纪主任楚衡干脆利落地说 观察员李清玄则根本没出声 显然对吴孝芳的抗议 丝毫没放在心上 吴孝芳呆住了 这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我好像是失宠了 就连内台下人群中一些学员也大声嚷嚷 有本事靠剑技剑术击败林北辰 行这一把宝剑欺负人 算什么男人 就是支持丁三师教习 林北辰 你好帅呀 花痴女学员们的尖叫声 那绝对不会缺席 人渣败类后援团的规模 正在迅速增大 吴孝芳一下子脸都气绿了 林北辰笑了起来 好像不知不觉间 自己的人气莫名其妙地高了 吴孝芳一阵手中夜光剑 剑人嗡嗡颤响 他冷笑了一声 姓林的 你也别得意太早了 就算你有十把剑 我也能全部给你斩成一堆废铁 灰剑他便冲了声 起到剑影寒芒闪烁 似是寒芒 爆起张开巨口 露出獠牙一般阵营可不 林北辰苍狼一声 拔出长剑 向前击出 一剑刺出 剑光破空 依旧是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金铁交鸣之声 第三次在擂台上响起 只是这一次没有断剑崩飞 七剑幻影破灭 獠牙寒莽被一道剑光一分为二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剑刃刺入肉体的声音 吴孝芒惨叫起来 他的左臂直接被林北辰手中长剑刺穿 然而不等他这声惨叫落下 林北辰直接撤剑 那一瞬间 吴孝芒仿佛听到了自己的血肉和骨头 与剑刃摩擦的声响 这种声音带来的恐惧直击他的心底 紧接着眼前一闪又是一道剑光 吴孝芒诱饵一凉 我的耳朵 他凄厉地惨叫起来 林北辰依旧不给他任何机会 啪的一下 剑起抽打在吴孝芒的脸颊上 皮开肉绽 惨叫声瞬间被打断 巨大的抽击力 让吴孝芒彻底地失去了平衡 直接旋转着一头撞在地面上 瞬间被抽的左脸和撞地的右脸 全部都高高地肿了起来 就像是熟透熟烂了的桃子一样 血水淋漓 林北辰往前一探步 抬脚踩住了吴孝芒的脸 一剑 一只耳朵 抽脸 他一字一句说道 这三样都是我替酒班的同学还给你的 啊 吴孝芒尖叫怒吼着 林北辰 你这个垃圾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后悔 你这个狗杂种 你 嘴巴真臭 林北辰一脚踢在吴孝芒的肚子上 将其踢得贴着了一台滑出去十来米 哎 差点忘了啊 你欺负我同学的时候还用了这一招也还给你 吴孝芒顿时身形抽搐弯如虾米 五脏六腑好似粉碎一般的剧痛 让他脖镜里的青筋暴露 喉咙深处发出野兽一般的叫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林北辰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剑 古朴 黯淡 但足够坚韧 对抗夜光剑 不留丝毫痕迹 是把好剑 苍郎一声 长剑归翘 我说过 我就喜欢踩着你这样的装逼天才 现在你信了吧 他走到吴孝芒跟前 弯下腰压低声音 其实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亲爱的孝芳师兄 要是没有你给我送的二十枚金币 就没我现在的实力 你可真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人呢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慷慨 永远感谢你拔辈祖宗 吴孝芳瞪大了眼睛 虽然他听不懂林北辰在说什么 但是直觉告诉他 自己好像是做错了 最后一脚 是免费送你的 走你 哼的一声 吴孝芳直接被踢下了擂台 下边也没人接他 直接狠狠地摔在地上 当场昏死过去 很多一般的学员呢 都很默契地 好像没看到 躺在地上抽出的吴孝芳 平日里啊 这位天才学员在一般 那可是作威作福 盛起灵人 义气之使 没少欺负同学 只不过因为学习好 实力强 所以大家呀 那表面上都恭维的 现在都被林北辰打成死狗了 以后还有什么脸在班里边装插啊 形象垮了 人设塌了 崩了 反而是酒班的同学 一阵阵地欢呼 林师兄 太减轻了 林师兄 我向你道歉 你是我们酒班的骄傲 我爱你 林师兄 一声声地欢呼 在擂台下爆发 其中就有酒班的 大班花林雪音 这位平日里 细声细气 温婉羞怯的淑女林 此时已经和班上 几个花痴女玄一起 大声地尖叫 那脸红得像是 煮熟了的螃蟹似的 神情很是亢奋 仿佛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而之前被吴孝芳打伤的 诚苦 薛悦 隐溢几个人 更是带着伤 缠着绷带 在同学的搀扶下 站在人群中 此时激动的伤口都裂开了 只望没剩几 却也跟着大声地欢呼啊 林北辰实在是为他们 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许多酒班的学员 心中隐隐地 有一种骄傲 什么败家子 什么顽困 什么人渣 完全飘到九霄云外了 在他们的心头 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林北辰 真他妈牛逼 官礼台上的年纪主任 楚衡 常常松了口气 缓缓地坐回去 一颗心终于落回肚子里了 吴小芳同学受伤了 快来人 将吴小芳同学 送去医务处疗伤 过了好久 楚衡好像才发现一样 大声喊着 有教习过来 将昏迷中的吴小芳抬走 前考教习 丁三十日 大声宣布 比试结果 林北辰胜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 联合出品 演播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也测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二章 自我攻略 最为致命 擂台下又是一片欢呼 有几个一般的学员呢 也像是混在狼群中的 哈士奇似的 跟着大声呼喊 擂台开始打造争议 为下一场啊 沐星月和月红香之间的双输对决 做准备 观战学员们也是越发兴奋起来 观礼台上 楚衡难掩脸上的得意和兴奋 他扭过头说道 怎么样 清玄兄 这一次 你总不能说是对手太弱了吧 李清玄颇为无语 你就这么想听 我夸一句这个顽固吗 楚衡郑重地抗议 清玄兄 林北辰可是我第三学院的首席天才 请你不要再用 顽固这个词来侮辱他 李清玄内心直接无语了 真现实 这会儿上首席天才了 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见你这么维护林北辰啊 他当场就不想说话了 结果楚衡这会儿来劲儿来 一个劲儿地问呢 清玄兄 别不说话呀 给句评价 就一句评价嘛 清玄兄 你别不说话呀 我愿的这位首席天才 到底能不能进入你铁面 毒舌李清玄的法眼啊 李清玄是又好气又好笑 薄言其烦 最后只得勉强给出自己的看法 目前来看 可以挤身云梦成 一流天才之力 楚衡得意洋洋地仰天大笑 片刻 第二场擂台战的事项啊 准备完毕 木新月和月红香 双双登台 嘿呀 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见 林北辰在擂台下 发出感慨 平民公主 木新月 身形高调 英姿萨爽 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之气 将自己的人设维持得相当好了 更见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有一种锋芒毕露的 射魂夺破的美 而八斑枝花月红香呢 除了那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之外 还有一种啊 这个年龄 少女身上罕见的古典美和书卷气 温婉含蓄 眼神灵动 是那种越看越有味道的理性 嗯 木新月的大一点 但是月红香更翘 脸皮肤真白呀 这跟陶瓷似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手感更好 可是我毕竟是要一心返回地球的男人 他们俩注定不可能得到我 也不知道他们俩呀 谁的剑术更高呢 都有什么特点呢 林北辰想到这的时候 突然面露羞愧之色 抬手给自己来一嘴巴 呸 到这种时候了 我怎么能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我怎么能分心呢 像个毛线的剑术啊 我是那种好好练剑的人吗 甚至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所以 还是安安心心地看球吧 于是 他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 沉静得像是一块冰啊 但是他那眼珠子 就跟那扫描雷达似的 悄无声息 极为隐蔽地转来转去 开始在二女身上扫描起来 并适当地进行一些 想象力艺术再加工 周围的学员看到林北辰 莫名其妙给自己来一嘴巴 都惊了 怎么回事 林师兄这是怎么了 难道脑残之症 已有犯了 不对啊 林师兄这几日的表现 已经完全康复了的样子 啊 我知道了 林师兄一定是在用这种方式 提醒自己 做人不能太肤浅 不能只看两位女神 美丽的外表 而是要静下心来 等待比武开始 赏戏女神的剑术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室 应该有的品格啊 脸肿得像是猪头 缠着绷带的九班班长 尹一一副恍然大悟的姿态 突然大声地说着 无形脑补最为致命啊 麻木崇拜导致自我攻略 一下子擂台周围的男学员们 顿时都惭愧了 沉默了 林师兄已经这么强了 却还摒弃色念 一心见术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他可以一军突起的原因吧 九班的削月和诚苦 也都赶开去了 于是 擂台周围观瞻的人群 瞬间都全部沉默了 保持着绝对的安静 以一种艺术性的目光 静静地等待笔试的开始 于是 原本喧嚣的战前气氛 竟然就这样诡异地 变得庄严肃默了起来 丁三十在一番检查过后 大声宣布 笔舞开始 搜搜两道剑光 同一时间划破擂台上的空气 常见焦鸣 一凑凑火星剑升 果然是同性相至啊 双疏碰面没一句废话 也没任何拖延 战斗瞬间拉开序幕 一开始二女施展的都是基础剑术 一招一式浑然天成 充满了美感 尤其是两具焦躯 在施展招式的时候 不断地变换着不同的姿势 将身体诸多傲人的部位 在稍纵济世之中 完美地展现出来 尤其是那前凸后翘的部位 更是波澜荡漾 上下晃动 简直色情 一场白热化的剑术比斗 被两位美少女演绎成了舞蹈一样 一朝一世充满了美感 林北辰站在台下心中感叹 这俩小妞都很强啊 突然擂台周围响起了 一连串的耳光声 啪啪啪啪啪啪 很多男学员都开始自伤耳光 哎呦 啥情话 这些货都疯了 林北辰突然吓了一跳 殊不知此时抽自己耳光的男学员 都在心中惭愧而又严厉地告诫自己 怎么能分心呢 怎么能沉迷于美色呢 要学林师兄那样 专心沉浸于剑术欣赏 一心一意才能变强 如果连北辰知道真相 一定会感慨 十三四岁的少年们的心思 毕竟还是单纯的 擂台上的战斗 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 两个女学员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 突然各自娇喝一声 同时后退三步 跳出战圈之外 身上气势极变 剑术风格同时大变 道道灵力 剑光寒芒从掌心里绽放出来 二女手中长剑 仿佛突然间活了一样 灵动了数倍 寒芒吞吐 威力暴涨 入兴剑机 一名教习 发出惊呼 之前吴孝芳施展的寒芒七换剑 这样的一星剑术 已经让人震惊了 初级学院从来不传授学员们入星战技 因为学员们的旋气水准 根本无法满足入星战技的负荷要求 入星战技的实战 是需要独特的旋气运转频率和路线来支撑 这样才能爆发出最大的威力 所以强行修炼非但练不成还很容易带来后遗症 影响日后进入中级学院之后的发展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 演播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三章 这个人有点特殊 世事无绝对 这个世界上啊 总是有一些叫做天才的王八蛋 不按常理出牌 云梦城中 有一些天赋相对出色 玄气水准较高的学员 自己私底下购买战技 悄悄去修炼 运气好的话 都可以修炼有成 发挥出入星战技些许威力 比如吴孝芳 这或把一星剑技 寒莽七换剑 练到了形似的程度 已经足以碾压 诸多同级的学员 但可惜遇到了林北辰 这么一个挂臂妖孽 被无情碾压 事实上 如果吴孝芳真的可以将 寒莽七换剑 练到登堂入室的境界 足以击败林北辰 当然 这些只有经验丰富的教习们 才看得出来 但是眼下无论是穆星月 还是月红香 都将各自入星剑技 修炼到登堂入室的程度 绝非是吴孝芳的半吊子 寒莽七换剑的水准可比 双书招式施展之间 剑刃上隐隐可以透发出玄气微光 常见的每一次交击 都发出奇异的轰鸣声 剑刃撞击点微光闪烁 气流如水文一样在空中暴击 这两个女学员都不简单 竟然暗中修炼到这种程度 看来就算是吴孝芳没被林北辰淘汰 碰到这二女当中任何一个也没任何胜算 内行看门斗 外行看热闹 林北辰毫无疑问是个外行 他只是觉着两大美妞的战斗 突然之间就越发好看 越发热闹了 其他学员大致也都这种想法 两分钟之后 一声常见交击的声音响起 月红香惊呼一声 捂着手腕靓静着后退 一抹烟红血迹从他指缝间冒出 胜负一分 沐新月面色不焦不燥 晚见在手 月师妹 承让了 擂台周围终于响起了一片不可遏制的惊呼声 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差 由此可见 沐新月的实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沐红香低头看看自己的伤势 右手腕出的手筋被挑断了 他知道 这是沐新月故意为之 这样的伤势 须得用极为名贵的白玉断续膏来治疗 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节省断尽 而且会影响到剑术的实战 小心保养的话 完全愈合得等到两三个月了 这会极大的影响到 他在天交争霸战预选赛中的发挥 我输了 岳红香表情极为平静 也没多指责什么 他用沾着血的左手捡回自己的长剑 转身下了擂台 比武结束 沐新月胜 监考教习丁三十大声宣布了结果 沐新月站在擂台上 面带微笑 黑色长发飘舞 沐浴在夕阳的金色余晖之中 看起来就像是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神光一样 美丽的倩影深深地印刻在无数男学员的心中 今日的大笔结束 官吏台上 年级主任楚衡站起身来 宣布了当天赛事的暂时结束 至此 年终大笔只剩下最后一场战斗 冠军争夺战 最终的年级大笔第一天交将在明日的战斗志中诞生 在期待满满的讨论声中 人群三三两两的赞去 有几个春心萌动的女学员呢 鼓足了勇气 想要找林北辰求签名 结果找了一圈发现 这位美少年早就不知道去哪了 十分钟后考试 清玄兄 清玄兄 你倒是来说说看啊 这一次 我第三学院二年级的这两位天交 表现如何 楚衡像是得了剑王证似的 将相同的问题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问了几十遍 李清玄一阵头大 有完没完呢你啊 直到你想要炫耀 但这样问个不停有点过分了 他只好敷衍 好 很好 非常好 楚衡又大笑起来 那清玄兄觉得明日决战 谁胜谁负啊 李清玄仔细想了想 他说道 表面上看五五开 但我还是看好沐心悦 好 楚衡微微惊讶 清玄兄何以如此判断啊 嗯 直觉吧 楚衡也点了点头 嗯 的确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林北辰的玄气等级更高 但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直觉 对了 楚衡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突然之间 摇身一变成为了天赋惊人的天才 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件事情我当然想过 应该是战天后留下的后手吧 毕竟那位可是帝国的战场神话之一啊 创造过很多的奇迹 他那么宠溺林北辰 为自己的儿子留下点什么巨大机缘之类的 不是没有可能 李清玄也点了点头 他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只是不要忘了 当初帝国皇帝不杀林北辰 是因为他是个废物脑残 毫无威胁 而现在 林北辰变成了一个天才 皇帝陛下知晓之后 还会留着战天后的这个 最臣的独子吗 日暮降临 第三学院的校园里安静无比 盐舞场深处的小树林 林北辰一回来 就看到老管家一脸哀怨 眼神悠悠地盯着自己 少爷 我的剑 断了 不啊 那可是我组装的宝剑 可是它断了 少爷 那是一把善良之剑的 真的断了 它断了 我的剑 在我王家穿了十八代 我负了你 剑 你死得好惨 我去吧 你别他们好丧了行吗 回头给你买把新的 真的 我想要范大师 今年推出的 云梦城当即 最流行的 青鸟剑 买 谢谢少爷 谢谢少爷 我去给你准备晚餐 事实证明 为所管家王忠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狗腿子 很快就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荤素搭配完美 口感极佳 再配上裹酒 桃花酿 让林北辰有了一种 进了五星级饭店的感觉 这小头头太会伺候人了 这让林北辰再次觉得身边有这么个狗腿子 真他娘爹爽啊 酒足饭饱之后 林北辰躲进了帐篷 摆弄了一块手机 没什么新发现 于是直接睡了 毕竟白天打了一天假 虽然有玄器滋养 但还是觉得很累 一个小时后 他睡得正香的时候呢 外边传来了王忠畏畏缩缩的声音 少爷 少爷 有人来找您 王忠拍打着帐篷门 林北辰翻了个身 迷迷糊糊 不耐烦的说 谁啊 没空间 让他赶紧滚 少爷 这个人哪 有点特殊 你最好见一下 老管家的声音里 透发着一种 毫不掩饰的猥琐暗示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 联合出品 演播 大宾 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四章 不应的 已经被你玩死了 林北辰一脸的起床戏 打帐篷里走出来 骂骂咧咧咧 谁啊 一抬眼 看到月下树荫中 青色剑士长袍的倩影 安安静静地站在那 面带微笑 仿佛是优越中一朵悄然盛开的 昔花一般美丽 是沐新月 啊 林北辰颇为惊讶 怎么是你啊 还真是祖宗集的绿茶呀 都这个时候了 还能舔着个鼻脸 说出这种话呢 我知道 你心里已经在埋怨我 那日在你最落魄难过的时候 我说了伤你的话 还和你断交 沐新月咬着嘴唇 一副委屈的样子 其实你知道吗 我是为了激励你啊 只要让你万念俱灰 让你失去所有的依靠 你才能真正大彻大悟 成长起来 洗心革面 逆世崛起 你看 你现在不是做到了吗 林北辰不由鼓起掌来 然后他猛地冲向了一边 大声说 管家 快快快 捅呀 赶紧给我拿捅过来 管家王忠吓了一跳啊 还以为少爷吃了 自己准备的晚餐食物中毒 赶紧呢 拿了个水桶过来 少爷 你别吓我 你怎么了 挺恶心了 林北辰非常夸张地 对着空桶一阵干傲 这假的 把我恶心坏了 说实话 我从未见过 比我还不要脸的人 还是一个女人 真是恶心 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假了 少爷 如果你真的听着恶心 不妨把耳朵塞起来 老管家一副 经验丰富的样子 说道 其实这个女人 虽然内心肮脏 她长得好看 如果不听她说话 只看脸和身材的话 以我 万花丛中过的丰富经验 绝对是一个极品 如果再发育个一两年 简直完美啊 卧槽 老王你这配合 搞东西机智的一批呀 连北辰心里 暗暗给这猥琐老管家 点了个赞 是啊 嗯 连北辰擦了擦嘴一脸的遗憾 这么漂亮的女人 可惜就是长了一张嘴 会说话 不然呢 真就完美了 慕心悦的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恼怒之色 但她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得非常好 北辰 如果你觉得这样羞辱我 可以让自己发泄出来 好受一点 那你就尽情羞辱吧 毕竟 那天的确是我说的那些话 狠狠地伤了你 林北辰简直佩服极了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有点可怕 哎 等等 那咱这本书又不是穷有 这剧情发展不对呀 林北辰不想和这种女人纠缠 一直撸嘴炮也没有啥意思 直接干脆了当的说 你走吧 咱俩没啥好说的啊 明儿擂台上见 慕心悦娇称一句 不 你不原谅我 我就不走 你 你他妈到底想干啥 林北辰气急败败 慕心悦笑了笑 我就知道 你愿意原谅我 明天擂台上 你能让一让我吗 啊 林北辰整个人都傻了 这世上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吗 你不知道 这一次的年终大比第一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只要你能让一让我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从此以后 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 不是 你明知道我和吴孝芳有奴隶契约 你这是想让我去当奴隶啊 没有关系的 我可以说服吴师兄 让他放弃那张契约 林北辰彻底失去内心了 你还赶紧给我滚吧 老子我看着你就恶心 我习惯把明月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想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想要大比第一是吧 凭你自己本事拿呀 想让我让着你 除非 除非山无冷 天地河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沐心月叹了口气 北辰 你变了 变得心硬了 林北辰心里边冷笑 不硬的那个 不硬的那个已经被你玩死了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唯一一个 进入我内心深处的男人 我对你的感情 从未掺甲 北辰哥哥 我走了 说完 一腔欺怨的样子 转身离去 林北辰一句话都没说 这个女人真的没有毒啊 已经不能简单的 用自私无耻来形容了 根本就是那种 那种 林北辰反正想了半天 觉得用绿茶来形容她 那都是侮辱绿茶这俩字 这可真是鸟大了 什么里面都有啊 她转身回去 继续睡觉 谁知道这迷迷糊糊啊 还不到十分钟 老管家的声音 又打帐篷外边传来了 少爷 又有人找您 让他滚 这个人也有点特殊 您最好亲自见一下 你该搞东西 你他妈刚才 不也这么说的吗 林北辰怒气冲冲的 从帐篷里钻出来 都说了不会让你啊 赶紧滚 有没有晚了 你这个绿茶变 丁教习 哎呀 您怎么来了 站在帐篷外边的 并不是沐心月 而是酒班的 建树教习 丁三十 绿茶婊 丁三十 好奇地问 那是什么意思 啊 骂女人的话 刚才沐心月找过你 哇 你竟然是我 丁三十 颇为无语 只是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他 从树林中 走过去而已 啊 那你老人家 这身更半夜的来找我 是有啥事啊 你说能有什么事 我的剑呢 今天那台上 他好心把自己的配剑 借给这小兔崽的事 结果第二场比试之后 这小兔崽溜的贼怪 竟然没主动把剑还回来 林北辰顿时苦着一张脸 哎呀 叫喜啊 我明天这不还得大比你吗 没有剑 你咋打 你这剑是宝贝啊 你就多接我一天呗 我可是您亲亲的学生 您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我 明天吃手空拳 上去和沐心月那绿茶婊去战斗吧 他也不是不缓 只是想多接一天 因为他也看出来了 丁三十这把剑品质不凡 在吴孝芳的夜光剑碰撞中 剑身没留下丝毫的痕迹 这次和吴孝芳的战斗啊 给林北辰提了个醒 武器也很重要啊 他现在一身战力可都在剑上 那必须得有把好剑 才能发挥出真正实力 丁三十笑下来了 你这个小兔崽子 眼光还不错 这样吧 只要你好好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这把剑我就送给你了 林北辰眼前一亮 此话当真 老夫一把年纪了 又是学校的教习 还能哄骗你这个小玩不成 那太好了 您老人家想问啥 尽管问 就算是你想知道 我那个妖孽一般的老姐 几岁出巢 我都能告诉你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谁关心这个呀 你前段时间还是一坨狗屎 结果却在这次大笔中 表现堪称妖孽 你是怎么做到的 啊 这个呀 情况是这样的啊 那天我得到我父亲的恶号之后 大受刺激 我脑海中一片恍惚惚惚惚惚 就好像丢了魂似的 后来吧 也不知道咋好事 你这 突然就感觉一阵阵剧烈的头痛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丁小喜 你猜猜 是什么事情 林北辰眼珠子 滴溜溜乱转 开始想着怎么圆魂 莫非头疼之后 你就变聪明了 啊 啊 啊 你这 就是这样啊 哎呀 丁小喜你太神了 我对丁小喜您的敬仰啊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犹如大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屁话少说 说正事 好的 就像是您猜的那样 受了刺激之后的我 好像变聪明了许多 竟然可以过目不忘 林北辰顺魄下旅就开始变 丁三十压抑的说 竟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 你在文士中 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就是因为 有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是啊 林北辰点头如小喜啄米 这可是教习你自己脑补的啊 接着说 啊 接着说啥呀 我还没编号呢 林北辰有点疯 他只好充分开启脑洞 突然灵机一动 想起了当年星爷的那部经典电影 武状元苏启儿 在武状元苏启儿当中 不有苏灿修炼睡梦罗汉拳的经典桥段吗 他眼前顿时就是一亮 啊 我不但变聪明了 还发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自己一旦睡着 就可以在梦中练剑 许多清醒时看不清楚 想不明为了见招见术 在梦里就能够领悟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等到我一这睡醒了 我自然就会了 丁三十张大嘴 啥玩意儿 梦中练剑 如果是别人说这种话 丁三十会毫不犹豫 一套三件事 教他做一个诚实的人 但是临北辰的话 丁三十想起自己 这几页暗中监视 的确是看到临北辰一回来 就躺在帐篷里呼呼大睡 而且在上课的时候 也是动不动 趴桌子上就睡觉 难道这兔崽子 还真是在梦中练剑 这个世上 无者无数 能人辈出 还有神灵存在 所以出现这种 看似荒谬的事情 也并非没可能了 所以说 当日我在课堂上讲解了 基础剑术 晋身三连之后 你只用了三天时间 就将这三件事 练到了今天这种程度 丁三十就问 还不止呢 还有中等玄器凝练术 也是我在梦中练的 丁三十不由倒吸了口凉气 不止能练剑 还能练玄器 那你梦中能不能杀人 听起来 有点匪夷所思 梦中修炼 三日时间 竟到了这种程度 丁三十沉默了片刻 明日的大笔 你有几分把握 应该 没什么问题 丁三十皱了皱眉 林北辰信心十足地说 墨西院那绿茶表 刚才已经来过了 说希望明天在擂台上 能让我让让他 可见他自己心中也没啥把握 如果你这么想 那你就危险了 啊 啥意思 他那么做 只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而已 今日擂台大笔 穆辛越击败越红香 你看清楚他施展的剑术了吗 林北辰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些美好的画面 点了点头 啊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很大 很挺 很圆 啊 丁三十一正 玄机反应过来 顿时大怒 劈头盖连把林北辰一顿狂揍了 老叫其怒气冲冲 那丫头 施展的是一星剑术 摘星剑法 而且已经到了第二层次 登堂入室的水准 威力不足啊 你虽然将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修炼到了巅峰圆满 但到时候 迎面依旧不大 登堂入室 巅峰圆满 林北辰鼻精脸肿的 从地上爬起来 挠了挠挠挠上 这是修炼境界吗 丁三十叹了口气 这个败家底啊 当真是一点基础都没有 任何战绩的修炼 从刚开始接触到彻底掌握 共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出窥门径 登堂入室 信手拈来 炉火纯兴和巅峰圆满 你对三剑士的掌握 就是巅峰圆满 再没有太大进步的可能 因为三剑士的威力 已经被你推进到极限了 林北辰有点明白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百分之百地 击败沐新月啊 林北辰并不怀疑 这个经验丰富的剑术教习 对于明日之战的判断 所以他一下子变得很诚恳 很虚心 积极请教 其实在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巅峰圆满层次之后 还隐藏着一式杀招 名为北斗林 你看好了 我只施展三遍 兵三十的神色严肃起来 他一抬手苍朗一声 林北辰腰间的长剑 就像是碰到磁铁一样 自动出窍飞到他手里 刷刷刷 前三招 正是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三剑是结束的瞬间 兵三十手中长剑 抱起了七道剑光 仿佛是孔雀开平一般 同一时间 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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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嗖 就是七道长剑破空之声 旁边的一棵树上 直接出现了七颗剑孔 林北辰浑身炸起汗毛 缓缓地平复下去 刚才剑光抱起的那一瞬间 有一种可怕的寒意和惊悚感将他笼罩 令他瞬间炸毛了 这一招北斗林有点强啊 看清楚了吗 丁三十收剑问道 林北辰连连点头 看清楚了 实际上是录清楚了 整个过程全部都被他敲敲录在手机里 这一世剑法非常高明 也很恐怖 别看今日吴孝芳施展的寒莽七换剑 也是一剑树影 但那只不过是换影 只有一道是真的剑人 其他的剑影啊 毫无杀伤力 而丁三十的这一世北斗林则不同 七道剑影 可全都是实质剑人 不管中了任何一道 那都得重伤 牛逼plus 林北辰在心里默默地点了个赞 好 那你睁大眼睛 我现在施展第二遍 林北辰连忙摆手 别别别 叫喜啊 够了够了啊 我看清楚了 不用了 一遍就行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 演播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36章 钱不钱的 无所谓 听三十都懵了 忘了这小畜生有过目不忘之能了 既然如此 今晚你好好修炼 若是能够将这一世北斗林 练到出窥门境的程度 明日擂台上 把握好时机 出其不意 就可以破解掉 穆辛悦的摘星剑法 听三十说着 又将这一世当中的诸多诀窍 讲解了一遍 林伟臣呢 假装听得很认真 一遍说完 这丁三十画风一转 明日打笔 你要是争夺了第一 就可以进入到天交争霸赛的预选赛了 第三学院已经很久没有学员 可以通过预选赛进入到正赛了 你这一次非常有希望 可以好好地争取一下 我没说要参加天交争霸赛啊 像吗 参加学院年终大比 只不过是为了想要留在学校 至于争夺第一 那不是被吴校方给撑的吗 我是被第一的啊 至于参加什么天交争霸赛 我想都没想过 一点都不好玩啊 那还不如躺在学院里边啊 晒太阳当闲鱼 好好研究研究我那小手机 争取早日找到回地球的方法呢 才是王道 何必去打打杀杀的 丁三十一脸压然 什么 你不参加天交争霸赛 林北辰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这丁三十无比诧异地问 这么说来 大比第一的五十枚金币 还有其他诸多奖励 你都要主动放弃吗 啊 林北辰呆了呆 大比第一还有奖励 他无比惊讶地问 丁三十却反问他 你不知道 啊 林北辰露出尴尬而不识礼貌的笑容 这种小奖励 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关注过呢 丁三十都无语了 但转念一想 对以前的林北辰来说 五十枚金币的奖励 还真就不值一提 你听好了 学院年终大比的前四 都有资格进入到云梦天交争霸赛的预选赛 你如今已经杀到了年终大比的前四 等于是得到了这个资格 若是明天能够拿到第一 那五十枚金币 一部一星五计 一部单计组成的最高奖学金大礼包 都将归属于你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代表学院去参加天交争霸赛的预选赛 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奖励 丁三十很认真地解释着 林北辰听了 不由得有些心动 原来还有这样放后的奖励 什么五计 什么草药 丹计之类的 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但五十枚金币 这可是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毕竟手机时时刻刻在消耗电量 等同于在烧钱 这几天下来 从吴孝芳那儿坑来的二十枚金币 已经只有区区六枚了 其他的除了生活用途之外 都被充做手机电量 节流显然不可能 那就只有想办法开源 五十枚金币 就等于是五次手机充满电的机会 林北辰想了想 他一脸认真地说 其实金币不金币得根本无所谓 我又不是那种贪财的人 主要还是想代表第三学院争取荣耀 所以我决定 参加天交争霸赛预选赛 兵三十一脸的呼吁啊 这小畜生 是因为听到金币奖励 才改变的主意吧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只要参加就行 嗯 很明智的选择 参加天交争霸赛 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尤其是 如果通过预选赛 得到一枚天交令牌 你的人身安全 就受到帝国法律保护 等同于贵族身份 云梦城中的那些仇人 再想要动你 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林北辰又带了带 啥 天交令牌 他再一次陷入到 深深的沉默之中 他娘的为啥 之前没有人告诉自己 这些事呢 好气啊 一次次被参加天交令牌 不过仔细想想 好像是自己 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好好上课听讲 所以才会如此无知 啊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好好准备 争取通过预选赛 进入正赛 拿到天交令牌 嗯 很好 看到一个目标明确 充满了斗士的林北辰 丁三十满意地笑了 你赶紧去练剑 去睡觉吧 梦里什么都有 好好练剑 说完 将手中剑递给了林北辰说 这把剑伴随我二十年 今天送给你 牢牢记住剑身上的名文 它代表着一个真正剑客 所应拥有的品格 身形一闪 消失了 林北辰一惊 哎呦啊去 好酷啊 这老教习的身法贼好 以前林北辰看小说 看电视剧 看电影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那些高手啊 分别是明明可以 好好地走路离开 为什么非得要飞檐走壁呢 不觉得浪费真气吗 现在他明白了 因为真他妈酷啊 低头看了看手中剑 发现质朴简单的剑身上 刻着两个字 德性 林北辰看完就愣了 老教习不是说 上边的字代表着一个 真正剑客的品格吗 这 这他妈不骂人家吗 德性 咋的 他下意识翻转剑身 看到另外一面 刻着另外两个字 无双 合起来 德行 无双 林北辰捂住自己的额头 哎呦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来 这把剑是一把德行之剑 以后用这把剑削人 那就算是以德服人了呗 林北辰黑黑地笑着 转身兴冲冲地回帐篷了 打开手机 直接进入应用商店 哎 并没有北斗林的修炼APP 林北辰就是一愣啊 他仔细观察 发现基础剑术 近身三连 APP的图标下边 有新的提示 检测到该APP有版本更新 请问是否下载更新包 原来是在APP内部 进行了版本更新 将北斗林加进去了 那毕竟这一招是三剑士 寂静之后隐藏的杀招 也算是与三剑士一脉同源 林北辰选择更新 本更新包需要五百兆流量 当前拥有流量为三级 请问是否下载 看到这个提示框 林北辰一愣 哎呀我了个操呀 三个G的流量 也就是说 自己现在的六级玄器 相当于三G流量 这已经很多了 而且这一次更新 需要的流量就是五百兆 比之前的基础建筑 晋升三连 这整体下载还多了 二百四十六兆 可见手机对这招 北斗林的评价 要远远高于三件事 点击下载 一个绿色的小进度条 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三分钟之后下载完毕 进入安装程序 又三分钟安装完毕 林北辰点击桌面上的 新图标进入APP内部 依旧是那个水墨画面 和那个与自己面目相似的身影 在一片水墨山水画面中舞剑 施展着毫无疑问 正是基础建筑近身三连 三件事结束 紧接着便是北斗林杀招 嗯 我的猜测是对的 林北辰心满意足 放心地发那个声 沉沉睡去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 联合出品 演播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七章 战墓心悦 一 第二天 阴天 千云低垂 天空中飘洒着 稀稀利利的小雨点 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学员们 观看年终大比大决战的热情 一开校啊 整个校园里就沸腾起来了 年终大比进行到这一天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都已经进入到最后 十战比五决战的阶段 二年级烟雾场 一号擂台 早早的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了 片刻 剑号叫袭来了 年级主任楚衡 和特别观察员李清玄的身影 也出现在观礼台上 沐心悦人气极高 一现身 就迎来了一片欢呼声 大部分喝彩欢呼的 都是男学员 而林北辰的声势 竟也不遑多让 他一出现呢 就被九班的学员给簇拥起来 其中还混着三四十名 不知道哪个班级的女学员 仿佛众星捧月一般 将林北辰围在中间 喊着毕生 好帅之类的口号 然后朝着一号擂台 徐徐的移动过来 监考教习 正在检查擂台为大战做准备 心悦学妹 今日之战 有几分胜算 一袭白衣的三年级学员 观飞渡 微笑着走过来 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 虽然观飞渡 不是三年级的首席 但他在昨日的大战之中 也杀入了三年级前四 不但容貌英俊 实力强悍 更见学识渊博 温文尔雅 是很多女学员心目中的男神 其知名度远超无笑方 而且除了观飞度之外 还有宁玉泉 左丘无双 等几个三年级的天才学员 也都前来 向沐新月打招呼 加油助威 这几个三年级的天才学员呢 隐隐形成了一种气势上的威压 朝着林北辰所在的位置碾压过去 哼 这位就是林北辰学弟吧 观飞渡微微一笑 他看向林北辰 嗯 你这几天的比武我也有看过 你的基础建树近身三连 修炼之纯熟 整个第三学院无人能及 不过 这三件事并非万能 很早之前 三年级已经流传了 破解三界事的方法 而且很不巧 三日之前 我曾送给沐学妹一本 想必沐学妹已经修炼纯熟 哼 所以林学弟 你要小心咯 观飞渡一脸善意的提醒 很多支持林北辰的人呢 闻言顿时脸色都是一变 三界事的破解之道 这如此一来的话 林北辰岂不是失了先机吗 林北辰根本就没拿正眼去看观飞渡 三年级的学长 三年级学长又咋的了 已就是舔狗啊 卑微 你以为这样就能影响老子心态吗 幼稚 林北辰 你心事必败 我在擂台之下 等着你做我的奴隶 一声无比怨恨的声音传来 却见二年一般的天才无效方 脑袋上缠着绷带 胳膊上也绑着绷带 绑得跟个木乃伊似的 一拳一拐 拄着拐 在别人的搀扶之下 分开人群走到了近前 他的两只眼睛就跟两把刀似的 在林北辰的身上刮来刮去 恨不得搁起了几片肉 扛着重伤之躯 前来观战 那就是因为 咽不下昨天的那口气 一定要亲眼看看 林北辰被击败的画面 比武开始 监考教习大声宣布 两个主角先后登上擂台 穆心悦虽然是经过了 特意的装扮 虽然依旧是素面朝天 但少女的活力和娇嫩 可以秒杀一切壮容 特意修改过的剑矢袍 将她花孤嘟一般的 玲珑娇的优美弧度 展现得淋漓尽致 脸上微露出一丝笑容 都似是阴雨天的 一抹暖阳一般 而林北辰 同样是一袭青色剑矢袍 身形修长笔直 面容俊美无双 微微小雨打湿了她黑色的长发 有几缕贴在脸上 漆黑的眼眸 白玉一般的面容 无论是风采还是容貌 竟是丝毫不逊色于穆心悦 这两个人相对而立 站在擂台上 仿佛是一对神仙碧人一般 甚至很多学员在这一刻 心中都生起了一种古怪的念头 好般配啊 有一种忍不住小课CP的冲动 是怎么回事 今日将由我来亲自渡战 年级主任楚衡 身形犹无一只大鹰 略过十米的距离 落在擂台之上 交战的一对男女 都是第三学院二年级的宝贝哥的 为了避免在战斗之中 出现误伤之类的 所以楚衡决定亲自监考 万一有什么意外出现 他当场就可以制止啊 开始吧 吴欣月缓缓地拔出腰间长剑 林同学 请了 林北辰淡淡一笑 勾了勾手 这是一个很轻挑的动作 顿时擂台周围一片哗然 果然是个不学无数的半家子 官非度皱了皱眉 官师兄 放心吧 一会儿嫂子会好好教训这个纹固的 有你那本破解册子 嫂子输不了 身边的几个兄弟都知道官非度这段时间的心思 都在这牧欣月身上 所以已经在私下里一嫂子称呼了 昨夜更是亲自指导牧欣月修炼破解书 一直到午夜时分 官非度点头笑了 倒也是 继续看吧 他们几个三年级的学员总觉着自己鹤立鸡群很有优越感 擂台上 林同学 小心了 沐欣月起手就是基础剑术 所谓的基础剑术 就是指不需要特别的旋气运转节奏法门来配合的剑术 就算是不掌握旋气的力量也可以施展 重在招式变化 连北辰眼里寒蒙一闪 剑光破空 直接就是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剑光极快 沐欣月眼眸中浮现出一丝冷笑 手中剑势一变 刺缓时级 缓缓挥处 剑人寒芒 刺向虚空中一切极为诡异的妄威 三声金铁交鸣之声的轻响 火星剑射 两人身形疑处疾分 擂台周围一片欢呼 挡住了 林北辰所向无敌的三剑势 真的被牧师姐挡住了 终于有人能够挡住林师兄一剑了 不愧是决赛 势局立敌才好看 不过 林师兄会不会其他剑法呀 周围一阵喧哗一轮之声 两大天才啊 刚一交手 悬念和期待一下子就都出来了 沐欣月微微一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林同学到目前为止 也只掌握了一套剑法 就是这三件事吧 可惜你猜错了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 演播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八章 战木新月二 那就请林同学赐脚了 好啊 抬手初剑身形如电 依旧是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剑很快 人很狂 但木新月依旧是不疾不徐的初剑 一朝一世 仿佛是刺向空中去 却在下一瞬间 与林北辰的长剑 不可思议地撞击在一起 又是三处火星剑射 剑射再度被封打 木新月淡淡地说 林同学 放弃吧 没有用的 你再是一千次一万次 结果也是一样的 三剑是超脱不了基础剑法的范畴 破解版本早就有流传 是吗 林北辰冷声一笑 三剑事一结束 他手中长剑骤然抱起三刀镜影 影如极定狂喜而去 杀招北斗林 在这一瞬间现世 身为监考教习之一的丁三石眼珠子 差点没从眼眶里蹦出来 一剑三影 这是第三境界登堂陆世级别的北斗林才有的画面 仅仅一夜之间 这个小畜生 竟然能将这一杀招修炼到了这种程度 梦中练剑的效果简直好得离谱啊 说时迟那时快啊 清明声响起 穆新月手腕一马手中长剑被震飞 两道清明 璀璨殷红的血花 在穆新月左右尖头处抱起蹦射 林北辰的剑尖 已经抵住了穆新月的喉咙 再往前一寸 这位拥顿无数的平民公主就要香消玉云了 一阵无法遏制的惊呼声在擂台之下响起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这就结束了 穆新月直接呆住了 他根本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呀 破解吧 林北辰冷笑 你怎么不破解啊 穆新月这才渐渐回过身来 他的脸色顺心一片苍白 你刚才施展的不是基础剑术 金身三连 你最后一剑 是什么剑术 第四连 基础剑术金身三连 还有个第四连 穆新月下意识地看向泪台下的官非渡 官非渡这个时候脸上的震惊之色 缓缓舒展开来 基础剑术怎么还有个净身第四连 不是三连吗 这怎么回事 同样震惊的还有吴孝芳 他做梦也没想到 准备充分胜券在握的穆新月 连真正的杀手锏都没有实战的机会 就这么输了 而且还输得这么彻底 这么快速 吴孝芳怒血翻滚气得浑身发抖 直接喷出一口血来 眼前一黑差点没昏死过去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甘心呢 一旦林北辰赢得了大比第一 按照协议契约 既不用还钱也不用做奴隶 意味着他想要报仇可就再没丝毫机会了 战斗结束 林北辰获 等一等 监考教习正要大声宣布比试结果 林北辰突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开口打断了他 他看下穆新月冷笑着 穆绿茶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一百一千个不服气 觉得我是出其不意施展新的手段 这才让你猝不及防 所以才败了 穆新月没说话 但他的谋刺之中 凌冽倔强的神色说明了一切 林北辰抄剑后退 来吧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疗伤捡回你的剑 我们再来 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 穆新月一愣 监考教习也是一愣 扭头看向了班级主任楚衡 楚衡略作犹豫 微微点头 监考教习不再说话 穆新月毛子里有火焰在燃烧 好 你会后悔的 林北辰没答话 穆新月止住了自己两侧尖头的血 然后走过去 将被镇飞的长剑重新捡回来 刚才林北辰的两剑 直接擦着刺破了他的尖头 割裂上不是贯穿上 略作治疗不影响发挥 这一次我不施展第四季 依旧是基础剑术近身三连 你大可以试试你所谓的破解版 还能不能破解我的剑法 林北辰说着 手中的德行之剑犹如寒心兔蕊 正是三剑尸 穆新月眼眸之中火光智烈 这可是你说的 他如法炮制 手中长剑诡异刺出 正是破解三剑式的招法 而这一次 清脆的金属焦鸣声响起 林北辰手中的剑光 忽然再度加快 犹如流光快到了极点 就像水银泻地一般 长剑相击的瞬间 直接突破了封堵 竟是剑不容发地插入到 他封挡的剑系之中 没挡住 这怎么可能啊 穆新月大惊 哼的一声 剑挤抽在了他的腰间 腹部一麻 穆新月腾云驾舞般的 飞跌出去十多米 半跪在地上 一抹烟红 再如羊指白玉一般的嘴角 缓缓溢出 怎么样 能获解吗 林北辰 副剑而立 穆新月的发带也崩断了 黑色绣发宛如流浦一般 顺着双鬓请械下来 扮演面容 他抬头用一种近乎于低吼的声音说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想不通 是吗 你所以张的破解板 不过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庸人 编排出来骗人的玩意儿而已 只能挡住那些没有将三件事 完全吃透的学员 这些蠢货又怎么会明白 真正的三件事 如流水无常形 千变万化 随意而动 岂是那些死板呆滞的招式 所能挡住的 还像 官非杜的脸色可不好看了 他听得出来啊 林北辰的这番话是说给他听的 这是直接打在他脸上 这个败垒啊 好大的胆子 官非杜的内心里 给林北辰狠狠记上了一笔 擂台之上 我知道你还不服 你这种人太会给自己找借口了 你觉得自己辛苦修炼 准备用来一名惊人的 一星剑技摘星剑法还未施展 只要给你机会 你一定会击败我 是不是啊 不错 你敢不敢让我施展摘星剑法 公平一战 公平一战 可笑 难道刚才的战斗不公平吗 林北辰一脸的嘲讽 不过 来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让你心服口服 说着他勾了勾手 木星月怒吼着 擦去嘴角的血迹 深如离弦之剑一般冲来 手中长剑嗡嗡嗡地颤动着 唤出一连串迷蒙的剑光 似是天上一颗颗的星辰在闪烁 真正的入星剑技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 演播 大宾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三十九章 战木星月 三 煞时间 整个擂台上 寒光闪烁 寒气森森 不得不说 沐星月的天赋的确惊人 第三学院的天赋榜上 他排名第二 仅次于三年级的首席天才韩不负 此时将摘星剑法施展出来 似是漫天星辰被他摘取在手掌之中 随着他的意志战法 就连擂台下的三年级四大天才之一的官非杜 也不由得连连赞叹 脸上浮现出惊艳之送 官礼台上的特别观察员李清玄也是暗暗点头 这个女学员呢 值得推荐和培养 的确有过人之处 然而下一瞬间 林北辰直接一箭刺出 他施展的是北斗林 一箭四影 沐星月只觉着一股沛然墨浴的距离 从掌心中的箭柄涌来 虎口一麻 传来撕裂般的感觉 长剑再也握不住 第二次脱手飞出 而另外三道剑影几乎同一时间 全部点在了沐星月的手背 小臂和右腿上 瞬间奉射出三道雪花 一旁观战的楚痕吃了一惊 正要出手阻止 却见林北辰也是点到为止 刺破沐星月一山肌腹的瞬间 便撤回了全力 并未彻底发力 于是他这才放下心来 林北辰提剑而立 现在你服吗 沐星月脑海之中一片混沌迷茫 我不 他怒吼着 林北辰砰的一脚将他踢飞 沐星月跌在地面上 挣扎着站起身 张口喷出了一口血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北辰 还不服 真的是给你脸了是吧 林北辰大步向前 抬手就是几十个耳光 这是替那个可怜的前身还给你的 平民公主的脸顿时肿得像是个猪头 一个个血手印 在那娇嫩的脸颊上高高肿起 清晰婉然 擂台周围的学员们都愣住了 狠 是真狠啊 这个林北辰真是个狠人啊 这么美丽的少女 这都下得去手这么打 辣手摧花啊这是 遗憾就是个注定孤独中老的强人啊 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要以为你随便嗲几声 所有男生都会认你之事 老子不欠你的 以后给我滚远点啊 别再来烦我 别再来给我装好人 这一次 只是个警告 再惹我 我就他妈弄死你 林北辰打一巴掌 说一句 等到说完 心中怨气也算是出完了 沐昕月跌跌撞撞 只觉着头晕目眩 眼冒金星 腿软 直接跌坐在擂台上 眼泪止不住 哗啦啦的往下躺啊 大哭了 这一瞬间他心如死灰 败了 所有手段都用了 依旧还是败了 败得无话可说 败得毫无机会 还被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羞辱 回头再看这一次的年终大笔 论文士成绩 他不如林北辰 论玄气强步 他被林北辰碾压 就连最有信心的十战比武 他连败三次 林北辰都对他形成了碾压之势 他还有什么可以翻盘的手段呢 搜长瓜度地去想 好像没有了 没有任何办法 他一边流泪 一边呆呆地看着林北辰 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这个绝对的废物会突然之间变化这么大 逆势崛起横扫一切对手 难道他以前是在装疯卖傻吗 那也未必装得太好了吧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沐昕月抬起头来 眼神里充满了仇恨和质问 如果你早点展露自己的天赋 展露自己的才能 那我绝对不会狠心甩掉你 你一定是故意的 沐昕月满脑子地愤怒仇恨 你还有逼脸问 林北辰都懒得回答 虽然穿越前是个宅男 穿越后是个脑残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是不同人情事故的蠢货 他早就察觉出来 自己这几日遇到的麻烦 背后隐约都有沐昕月的影子 今日大比类台战是一个了结 如果不是因为有储恒在一边 虎视眈眈的督战 林北辰绝不介意给沐昕月 一个更加深刻的教训 礼物结束 林北辰 胜考教习 大声宣布战斗的最终结果 再打下去已经没任何意义了 谁都看得出来 沐昕月已经被全方面的碾压 擂台下方一片欢呼 酒班的学员兴奋雀跃 还有很多二年级的女学员 更是大声的呐喊尖叫 呼喊着林北辰的名字 一瞬间呢 让林北辰有一种 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感觉 无数粉丝激动尖叫 不过这一届的粉丝 整体素质还是有待提高啊 这怎么没有几个激动力晕过去的呢 或者是不顾教习的疯狂阻拦 冲上了线吻或者线花之类的 胜利者和他的拥躬 在欢呼庆祝 一直以来都光芒万丈的沐昕月 此时光芒暗淡 比一个路人甲还不如 同学 你可以下去了 一名监考教习 与其委婉的感人 沐昕月失魂落魄 满心怨恨地走下擂台 耳边是预想之中 大笔结束的欢呼声 那么的热烈 那么的欢腾 那么的令人兴奋 可惜 不属于他 他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站在擂台下 抬头仰望 他要让自己 牢牢记住这一刻 记住此时的耻辱 化作复仇的动力 很好 这一次大笔 我们二年级可谓是大丰收啊 林北辰 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年级主任楚衡 拍了拍林北辰的肩膀说道 浪子回头 金币不换 林北辰 你是个好孩子 多谢主任夸奖 林北辰一副乖巧的样子 我会继续努力 为第三学院的荣耀而战 报了仇 打了人 装了逼 拿了奖 他此时当真是念头通达 心情舒畅 如大热天喝了个雪碧 偷心凉 心飞扬 很好很好 有这样的觉悟 不愧是我第三学院 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 楚衡也是开怀大笑 丁三十在一旁啊 眼浅下垂 强忍住没有露出便秘一般的表情 在内心伸出疯狂的付费 楚主任也真是好骗 那小畜生 根本就是为了奖励 果然下一刻 林北辰一脸害羞 那个主任 我的那个奖励 楚衡哈哈大笑 不着急 你还有一项测试没有进行 说着 他大手一挥 来人 将六品测悬石搬上来 几个教习啊 早就将准备好的六品测悬石 搬到擂台 摆在了正中央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剑仙在此 作者乱世狂刀 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 联合出品 演播大兵和他的朋友们 点击订阅 别错过每天的精神食粮哦 第四十章 奖励 直到这个时候 很多学员才想起来 当日玄器测试的时候 林北辰连续两次暴玄 导致成绩暂时被取消 当时呢 监考组给出答案 说是之后再测 结果大笔一直都在进行 等到今日决赛结束 才有了空险 所以林北辰的玄器强度 到底是多少 一下子很多人的好奇心呢 都被提起来了 楚衡说道 去吧 我倒是想要知道 你小子还能不能给我更大的惊喜 林北辰来到测玄石前 手掌按上去 测玄石上 淡红色的光亮浮起向上击窜 无数道目光盯着测玄石 小第一时间捕捉到结果 然而所有人 包括林北辰自己 做梦都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 光亮浮起的瞬间 砰的一声 一缕白色烟雾冒起 六品测玄石的顶端 站开一道道裂缝 暴选 再度暴选 林北辰下意识看看自己的手掌 华操 这手有毒吧 六品测玄石都爆了 这手机APP修炼的进度太霸道了 看来这几日大笔的时候 中等玄器凝炼术APP的运转 已经悄无声息之间 再度让自己的玄器等级提升了 现在 现在自己这到底什么 等级的玄器修为啊 他心中有些忐忑 连续爆掉三个测玄石 据说这玩意价值不菲 不会让自己赔吧 年纪主任楚衡抬手 揉了揉眼睛 他又看了看测玄石 又看了看林北辰 再看看林北辰 再看看测玄石 最终 他像是一个迷茫的孩子 求助般的扭头 看向观礼台上的李清玄 然而铁面毒蛇李清玄 此时比楚衡还懵呢 暴玄 暴掉六品测玄石 这意味着玄器等级 至少进入七品 但是这怎么可能啊 不会真是测玄石出了问题吧 他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动 瞬间出现在擂台上 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他盯着林北辰问 那中等玄器凝炼术啊 李清玄和楚衡对视一眼 中等玄器凝炼术 在云梦城中 是所有出击学院 共用的教材 从理论上来说 他的修炼上限是七级玄器 也就是说 没有其他隐藏原因的话 林北辰的中级玄器凝炼术 已经修炼到巅峰圆满的程度了 理论上来看啊 这是没任何问题的 但实际上呢 上一个在初级学院二年级 就将终极玄器凝炼术 修炼到巅峰圆满的人是谁啊 国立皇家初级学院应该有 但是几大省力的初级学院 绝对没有 要达到理论的巅峰值呢 太不容易了 在北海帝国曾经做到这一点的人 除去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夭折的 剩下的无一不是威震一方 显赫无双的绝带天骄啊 这种人出现的概率实在太低太低了 一时之间 整个擂台上下鸦雀无声 围观的学员们 此时一个个仿佛见了鬼似的 一身绷带的吴孝芳眼中流淌出 深深的绝望了 之前的一丝丝的不甘 此时犹如风中青烟一般被吹散无踪了 如果差距只是一点点的话 那还可以追赶 可以仰望 可以有取而代之之心 但差距如果大到了超出他理解的范围 那就不是差距 那叫鸿沟 跨越鸿沟的信心 吴孝芳没有 这一瞬间 吴孝芳脑子里边就一个词 难以忘其相悖了 这位二年级一般的天才学员 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的尾顿下去 像是一朵刚刚要盛开的花 猛然间被人浇了盆开水似的 彻底枯萎了 观飞渡等几个三年级的拔尖学员呢 此时也都呆住了 七级玄器强度是什么概念 至少三年级四强之一的观飞渡 没达到 整个三年级 怕是连首席天才 韩不富也没达到吧 这太恐怖了 这简直不是人类啊 沐新月仰望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错愕 然后是迷茫 以及终于流露出来的 一丝丝后悔 早知道林北辰强悍到这种程度 那自己说啥也不能把他踢开 这样的天才 可利用的价值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本以为这个败家子最大的底气 不过是他的父亲和家庭 谁知道丢掉了原来的一切 这个人才是真正闪耀发光的钻石 才是具有最大利用价值的呀 这 这太可惜了 沐新月内心深处无限惋惜 也无限愤怒 他觉得自己被林北辰给耍了 至于略微知道一点 林北辰底细的丁三石 此时已经麻木了 见怪不怪了 一个靠睡觉靠做梦修炼的人 他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不正常吗 楚衡和李清玄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最终放弃了去搞一台 七品测悬石的打算 将林北辰交到一边 商量的片刻最后达成共识 经过监考组的共同商议和推测 最终得出结果 林北辰玄气强度7.0 楚衡亲自公布结果 林北辰对此并无意义 只要不让他排之前那块测悬石 啥都好说 何况万一要是再将七品测悬石都给爆了 那说实话 林北辰自己都有点忐忑 这手机APP练功的效果实在太过霸道 反正在年中大比第一已经成为囊中之物的情况下 玄气强度到底是多少 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反正就贼他妈强 擂台下方 学员们对此倒是很冷静 反正都已经爆掉了六品测悬石 那7.0的悬气强度等级 那是一点都不算夸张了 然后由特别观察员李清玄 亲自宣布了这一次第三学院初二年级的大比前四人选 并授予林北辰沐心悦吴孝芳 月红香四个人参加交洋争霸战的资格 荣耀时刻 其他三人都是陪衬 人量剑狠的林北辰始终光芒万丈 他太强也太耀眼 身上的故事太具有传奇性 本次大比的奖励空前丰厚 除了奖金和预选赛资格之外 还有五道战绩和草药丹绩的奖励 楚衡笑着说道 按照历来的传统 大比的冠军具有优先选择权 林北辰 你过来自己挑选吧 黑石长岸上摆放着八样奖品 分别是四本修炼秘籍 四份草药丹绩 四本修炼秘籍分别是 无相剑体 疾风剑法 射阅剑法 和流离剑心 四本草药丹绩 分别是回春伞 培旋记 运神药水和撞骨冲击 林北辰来到实案前 一眼扫过 有点傻眼 这他们怎么选 没有头绪啊 这几本秘籍和草药丹绩 他一点都不了解啊 本集为您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搜索大宾 请搜索大室